大家好,我是队 今天带来一期拳黄雷尔会 再次加强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肖春泉大战大圣哥 好,肖春泉用东仗首发 对抗大圣哥的金家分 肖春泉大家比较熟悉 大圣哥很少见到 其实他也是和肖春泉一样的顶级高手 只不过很少打比赛了 今天他用一个金家分 作为主力来用 但肖春泉则是三稳随机 这样的话双方是为了平衡下实力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据我所知 大圣哥的实力应该不在肖春泉之下 可能三稳实力的话 有点弱于肖春泉 所以说他用了两稳 现在大圣哥的金家分 跳起来被封下来 东张滑铲 中了踢也没有踢中金家分 一脚踢飞旋风腿 可见操作也是比较显手 防住以后 闪过隐藏大旋风 直接开零距离凤凰角了 反应速度超快的说 现在就进入到了第二个回合 看肖春泉的扣拉出手 肖拉跳起来压起身呢 但是又被肖春泉一脚踢飞了 旋风腿取消 一脚踢飞 来一发半跃斩 后面逆向过顶再来一脚 这样的话并没有压住 其实加强版的话 打击感要强于20700 他没有那么多BC 逮到之后也只能打上一套 这样的话 对游戏体验更高一点 相比那种一招带走 确实好很多 现在大圣哥的话 血量一点点 那这一下就彻底没血了 其实金家帆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已经拿下肖春泉两名大将了 现在来看大圣哥的 微朴姐姐小皮鞭 安迪斩引拳 射图打一发逆向 微朴姐姐小皮鞭甩开了 安迪又一发BC 小皮鞭甩再甩开 现在安迪还能不能再来一发 展影拳做取消 微朴的一个大招上了 大招以后 肖春泉起身 微朴继续压过去 安迪 这个绿的发紫了 这个安迪有点 颜色有点不太正常 现在安迪展影拳取消 中间有所失误 肖春泉可能是17版本打多了 在打这个加强版的话 确实 对没那么熟练了 可以看得出 现在大圣哥拿到第一分 大圣哥第三个角色还没有出 这才是关键 接着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萧生拳继续三吻随机 这一次安吉尔 阿里安娜还有比利 开场萧生拳用安吉尔手发 这个安吉尔他有无线连的 之前也见萧生的表演出来过 在加强版中依然可用 他选用了一个 A7版本的连招 可看出想用青椒.bc 在这个版本里面是不存在的 好像安吉尔 一脚踢飞旋风的八脚取消 中间一会儿失误 大圣哥有点慌了嘛 大圣哥准备和他硬碰硬 安吉尔一脚坦飞 金家帆一发飞翔脚 我们看萧生拳跟他操作 大招怼上去 金家帆再次追击安吉尔 安吉尔稳住 但是被金家帆当空来了一脚 非常可惜 下面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萧生拳的利安娜出手 利安娜试图逆下过顶 但是被两点踢飞 天舞凤凰角直接上 这个金家帆今天是杀爽了 玩嗨了 肖振拳在角落有点色的发抖了 一脚踢飞 哇塞 这个伤害确实比一气版本要高得多 对一气版本是经过削弱的伤害 但是他仍然可以一脚带走 我觉得一气版本不妨把这个双BC啊给取消掉 双BC多重BC不能那样开 还是开一个BC比较好一套中 开多了的话 对连续的循环会让人感到视觉疲劳 被连的那位玩家啊 游戏体验也不是太好 就会导致退游这样 特别是那种新手玩家啊 开场他刚玩啊 碰到一位高手上去 还没有动手就被连死了 那直接就被打退游了 好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肖振拳的八神出手 八神中拳可以花三十 然后搞得哇 飞烟斩快速冲入超杀这么快的吗 今天肖振拳是碰到硬茬子了 肖振拳居然没有随机到一次金家帆海 金家帆又一脚踢飞 但是八神也是肖振拳的主力啊 八神也跪得这么惨 看来是很久不打这个版本啊 适应能力不行了 第二个回合肖振拳的克里斯 先抓摔一手 然后压住起身 钢塞帝 反一手 钢塞帝是禁止的 现在克里斯继续压住他 因为这个版本就相当于无限气的版本啊 钢CD不能钢的 在原版之中你可以钢 怎么钢都可以 因为原版中那个能量是要一点一点续集的 这个版本不一样 好现在金家帆中招 克里斯跳CD 金家帆踢上一脚 克里斯再闪到背后开BC划铲 超比啥腿 连续划出 终于拿下这个金家帆了 拿下金家帆就是肖春权胜利的第一步 现在来到大圣哥的雅典娜 大圣哥其实操作还是蛮秀的 可以看出 雅典娜先发上一波 克里斯也是肖春权的一大主力啊 你看从熟练度就可以看 失误了呀 我正想说从熟练度就可以看出 他就失误了 这我也没有办法 哎呀 现在雅典娜 露出了黑色的比基尼 比较性感 可能肖春权看到以后就有点 恍惚有点晕 然后克里斯就容易失误 是不是这个原理呢 那克里斯又在掏下盘了 雅典娜凤凤凰剑凤凰剑凤凰剑 连续几波凤凰剑搞死克里斯 来到下一局吧 下一局看肖春权的包子出手 雅典娜先发上一波 再发上一波 包子清权点杀 发个波 包子雅典娜也发一个反弹盾 现在双方就开启了玩波模式 理论来说 包子是很难打得过雅典娜的 见到雅典娜就要畏惧三分 大招空了 空了之后雅典娜要开始了 12345678 大圣哥对这一套也是掌握的炉火纯青 升到空中回个雪 然后再闪见到背后 波利要包子优哈压了 起身拆掉 凤凰剑 凤凰剑包子又一个大招上去了 雅典娜还有机会翻盘 看怎么翻盘 杠塞地 换一手吧 雅典娜总是紧张的杠塞地 应该是原版玩家 可以看出 现在来看大圣哥的安迪 紫安迪 包子轻手三点 不料安迪踢到 闪神 变小了变小你也跑不掉了 大圣哥拿到第三分 今天萧生拳是怎么了 被连拿了三分 这么不稳的吗 你看第四局 第四局大圣哥 金家帆萧生拳八神 这两局都有八神了 没有我没有仔细看是不是选到的 现在一脚踢飞 空中想用接超杀没有接出来 后面金家帆再压住 八神被压得也是很难受 百合哲 破防一脚踢飞大 直接上凤凰脚 这脚确认是真的快 萧生拳今天不会被踢头吧 现在来看萧生拳的龙儿 龙儿先踢上一脚 金家帆一脚踢飞 旋復得八脚取消 距离不够 但是金家帆压得仍然是特别紧 这个压制让人受不了 很少见萧生拳被压得这么惨 在之前就是萧生拳压制别人的 两点起飞 空中听过黄脚 好后面萧生拳还有一点血 哦 想复合出招 可以看出 半生了萧生拳起身就抓了 使用蛇便甩他 大圣哥起身还有搏一搏的机会 还可以翻盘的这点血 哎呦 翻不了了 下面来看下一局 龙儿这个下中角 踢的确实远 第三个回合 大圣哥的草蹄精 草蹄精压起身 前一种腿开BC 中段取消毒了图 好 大圣哥的这个草蹄精啊 压制 压制 哦 下中角 又是这种下中角 还挺好使的 下中角 踢的挺远 接着看萧生拳的麦卓姐姐 光腿麦卓 后面中段 乃弱 麦卓两点亲手 也没有开启连招 草亭中段亲手 麦卓总想亲手两点开BC嘛 玩那个封一期版本 确实玩多了 这个版本真的不熟练了 就要加强一下了 两点之后 接入下招 插插插 如果在一期版本 BC早就开起来了 现在麦卓插插插 又一个超比赛 上了 现在来到大圣哥 最后一个角色了 大圣哥 最后一个玛丽 布鲁玛丽 好 麦卓又开始用基本功操作了 现在玛丽跳起来 麦卓也跳起来 玛丽再跳起来 麦卓也跳起来 玛丽继于跳 麦卓也连续的 呀 玛丽开始一个夹踏 你像过顶 轻着点杀 中段吃手开BC 滑闪过去压一压 都没有压住 后面看麦卓怎么操作了 干 踢脚 再踢脚 升龙取消 接操杀完了 一招致敌 这招真是666了 大圣哥又拿到了第四分 那么双方就进入到第五局 肖金泉今天真的是不行了吗 踢的感到捏把汗了 这是 那么来看第五局吧 这局如果肖金泉再拿不下 就被踢头了呀 这局大圣哥人有一个金家帆在手 肖成权任人是三稳随机 一脚踢飞 踢飞 BC揍快速掏下盘 空中就想接超杀 马又没接起来 大招上天 喘招了 飞烟斩取消大招 空中 挺破黄脚 今天肖成权要被打爆了 跳ABC失误 选部队取消一点血 金家帆越打越嗨 即便是失误感觉他也很嗨 哎呀 肖成权已经束手无策了 接着看肖成权下一个角色 之前肖成权也是这个版本的王者 霸主 现在可能 很少玩这个版本了吗 是 这就不行了 熟练度有所下降 飞烟斩上天 刺起来 之前和漫步玩很殆劲 现在漫步也不玩了 下盘掏起 中短亲手 一船打飞 后面刺起来一个 这个刺也被搞到了 KO 好下面来看肖成权的吼字 这一个金家帆就打通关了要 猴子跳起来 金家帆压起身 猴子再跳起来 金家帆再压起身 旋服队八起脚取消 一脚踢飞 猴子飞扬角 飞烟斩 猴子可及进步 飞烟斩再上天 看你猴子怎么办 已经束手不测了 感觉有点 下盘一点旋服队 猴子可及 隐藏大招 要中了 要中了 又一发零距离凤凰角 八起脚跺倒 穿三啦 穿三加剃头 大家来关注每天个新